啊 抗霜的罪 怎麼可以少得燒酒 太大癡了 非常嚴重的問題 會有很嚴重的腦震動 因為剛才我是滾了三個血 早安大家 今天的行程就是去滑雪 我們整個旅程是三天兩夜 但我們只有一天去滑雪 因為我們現在在Edmonton 但我們滑雪場就在Lake Lewis那邊 睡一晚 明天早就很早 就會去滑雪 然後我們預計滑一整天 還有休息一晚 第三天就會回到Edmonton 這三天都是要移動 體力勞動 所以在出發之前 去搞定電腦的所有事情 本來我的計劃是 想在加拿大可以盡量減少 去碰電腦的時間嗎 還是不行的 但現在有點餓 想出去吃一個brunch 然後再回來 我現在連撞也沒有化 因為出去吃一個早餐 好 先出去 就是在車裡面 在車裡面 在車裡面 神經病 她可以選沙律湯或者是chips 然後她 一定是chips 我就是 這個是蘑菇湯 超棒的 最後我決定是不帶電腦的 因為我們一行是有十個人 但我們只有兩輛車 我們一個車要坐五個人 但是五個人再加行李 在車裡面應該用不到電腦 然後去到其實我覺得 都應該沒什麼時間 給我碰電腦 所以我就想著 在出發之前 就把所有的東西 大概五點左右就會出發 然後今天就會見到很多新朋友 然後我這個眼睛 突然有點緊張 有點壓力 我們已經開始在這裡準備 滑雪的東西 對了 所有東西都是Charles的 我的行李箱 Josie行李箱 滑雪的時候 他會背的背包 滑雪板 這幾天吃的食物 韓國人的聚會裡面 怎麼可以少得燒酒 超大的 神經病 然後拉麵 三樣拉麵 辣椒 猜不猜到我們吃什麼 心急了 基本上十次聚會裡面 有九點五次都是吃這些 然後還有一個爐 超多雞 十五個炸雞 一個斜桶 我們家屋 好美 有水晶燈的 門口 雪很厚 慘了 算不算 好 這個應該是Dinar Room 快速的Rombo 上樓梯 上樓梯 好喜歡這些 沒有樓梯 這間應該是主人房 好漂亮喔 窗戶 超大的更衣室 可以再大一點 這個廁所 但找不到燈 然後第二個廁所 第二間房 這個應該是衣� 衣櫃 第三間房 衣櫃 這個是 洗衣機也有 開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終於到了 我們總共有十個人 不對情侶 但是這裡 只有四間房 所以 有一批是要睡廳 然後會另外加床 但暫時未分配 我們各自吃了飯 剛才炸雞其實就是今晚我們的晚餐 但我剛才只吃了一批雞 因為我最近發覺 我在移動的時候 坐車 坐飛的時候 吃了太多 所以我會抖 所以我們沒有睡 大家看不見我的樣子 是 還沒睡醒的樣子 原來在這裡 另外會在這裡加一張床 超大的 真的很棒 不是喔 在這裡嗎 還是四張床 超甜的 這個WiFi 大概是 我愛她 超級大了 半隻雞 應該會比較厲害 但她只是其中一塊 早安 大家 現在是 6點08分 要六分鐘 我們就要出發 很早起床 昨天 1點多才睡 然後發生了一個 非常之 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忘記了大蜆 HITTEK 剛才在找衣服的時候 發覺 咦 為什麼 我沒有那條HITTEK 現在是 -19度 我在韓國滑雪 我都會穿HITTEK 為什麼會這麼收拾 為什麼我沒有帶到HITTEK 過來 啊 蜘蛛納的時候 我在這裡做什麼 我上身沒問題 上身是穿齊的 就是一層HITTEK 然後這一層就是 剛剛昨天買的WAMUTS 上身這件 是超暖的 然後呢 就會穿滑雪褲 四層應該都會挺暖的 下身我本來打算 HITTEK 再加一條滑雪褲 但是現在沒辦法 所以到最後呢 他穿了 就是一條SWEAT PAN 我很好運 是因為我 玩Snowball 我怕跌倒 我是有那個 防屁股墊的 所以應該坐在地上 應該都 有個屁股墊 隔一隔 不會說真的直接 那麼冷 而且我貼了很多個亂包 在身上 重新買了一條 滑雪� 因為Josh來到加拿大之後 之後去了看滑雪衣 然後他成功買了一套 然後我又在旁邊覺得 這裡滑雪褲的質地 好像是我想像的那種質地 是比較防水 而且它比較大條 裡面有多一些空巾 所以我就買了這條 但我覺得好錯買了這條 如果我們打算穿本身那條的話 我是穿不了SWEAT PAN 除了底褲之外 就要真空上陣 我覺得城市真的很幸運 Cookie是這個 你也要用來吃嗎 它有點像Yogurt 裡面有些西米 梅果肉 又說這個Cookie超好吃 雖然樣子是平平無奇 但它是超濕潤 然後它很喜歡吃Cookie 你很喜歡Cookie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你喜歡Cookie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這個好吃 哇 多多少 天光啊 我們現在出發 幸好這樣穿 我完全一點都不動 還是有那種鼻孔 在結冰的感覺 我們到了 好大雪啊 平時在韓國呢 去到好像慢慢租衣 換衣 但這裡呢 在停車場就搞定所有事情 下車就直接去 好啊 很毛 我想說 我的手套不知道在哪裡 但明明是躺在袋裡 然後它這個面膜 又不知道在哪裡 幸好它有免費 全部都是用粒頭那一隻 好期待 哇 好美 上次 一波來 拍照 這裡有了價錢 它是要借滑鼠 我們兩個要借頭盔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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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搞完一碗 終於可以上去 因為其實在韓國呢 搭籃子上去的時候 它要一隻腳扣著 Snowboard 一隻腳 鬆開這樣過去 而且這裡呢 它就這樣放在外面 這個籃子是抹風的 好美 我來自動的 還吃 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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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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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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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超差 全部都是10個人裡面最差的 因為其實就是一直直下就是的 所以 其他人先下去 叫George下去等我 因為他的Skid明顯比我更厲害 我都想讓他玩 所以叫他下去等我 我現在就慢慢下去了 第一次在這種雪山玩 跟韓國的很不同 韓國的簡直是V入門級 不過真的好處就是 跌倒一點都不痛 就算我沒有帶那個房車的墊 跌倒也不會太痛 我覺得 這個很神奇 哇 尋找這麼高 牛股 曲 이야기 我去那裡 温中 我來滾 你的意思是我 你的心懸命 不停 我把事情都给你 你跟着我 我她的时间 你还不叹 我听说 我自己的事情 你不去 我正想找你 我对ihn专家 我自己的心 quel 我说的 你不想找你 你不得意 剛才這個滑雪鏡 我跌倒的時候它撞到了 然後磨擦 然後現在這麼多血腥 現在是打血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滑下去 我就是這樣走 你血腥吧 因為我的鏡頭有點濃 沒有看清楚 我不介意走到高難度的 然後我剛才不介意走到高難度的 所以我滑了三個滑 它再少看著它很害怕 在這裡容易的一個斜路 因為容易就會少看 我就是在那個位置又滑一次 好 下來了 然後我去洗手間 塗了唇膏 臉啊 這樣啊 但我想說真的很幸運 我又戴頭盔 但是如果沒有你的頭盔 我真的不敢想像發生什麼事 真的有機會會有很嚴重的腦震動 因為剛才我是找了三個圈 再加了兩個圈 他說我呢 沒有大礙 但最好就不要再玩斜坡 還有拉麵啊 推薦 現在我們吃拉麵休息一下 大家呢 一個多兩個小時之前已經到了 在這裡賣個炭的拉麵 結果我到最後 每次來Ski的時候 都有反省自己為什麼不做這些運動 這個Snowboard用的肌肉跟平常 我的肌肉完全不同 但幸好我現在沒事 感激感激 然後再打開 不過我覺得右手有一點點扭親 因為我向前一點的時候 習慣性用手去這陣子 所以可能有一點藏層 現在握筷子有一點點頭 沒有補到 或是吃拉麵這麼爽的事 全部都去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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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準備了這個Walky Talky 本身是想著 跟我失散的時候可以用 但基本上他都要隔離等我 所以現在就給其他團友去用 駕車過一點點 就可以去到Bank Flan 打卡最漂亮的位置 但我覺得待會雙人話說 下來之後應該都沒有這麼的力氣 我現在都很累 我想快點上車 我看到有人 DM我 會不會去那邊拍照 打卡 照片 但是 真的沒有這麼的力氣 超厲害 在這裡 可以連線路 超遠那邊都收到 試試 好 然後現在是大概4點 我們現在準備就 所有人都下來了 他們說想一個戴合照 我突然間有很大 所以你看到嗎 我用這個來擋船 超大的 LOUI的尺寸 而且他們是崩崩跳的 為什麼要這樣崩崩跳呢 好舒服 好 收拾行裝 準備回我們的B&B 好 真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很喜歡走那條路 是很困難的 我們走一趟 戰機 有很多車都走一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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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早上10點了 我今早8點就醒了 但是呢 好累 全身肌肉超級酸 我是動不了 化妝 然後用側膏勉強都遮到紅印 我覺得很早睡 其實本身搭車回來的時候 我們分兩架車 我們架車是早到一點的 就想著休息一下 然後一起煮飯 結果呢 我一進來房間 就直接 嘆嘘 一嘆嘆了半個多小時 我發覺無論哪個國家的韓國人 他去玩的晚餐 真的一定會出現這個三寶 燒酒拉麵五塊肉 然後昨天在這麼累的狀態之下 我喝了幾口酒 本身就說吃飯之後大家洗澡 然後再喝 但是呢 我洗澡之後已經完全 不行了 直接 又是躺平了 應該是晚上5-12點 我就睡著了 好 然後簡單來一個賽後檢討 就是 首先就是我和Jox 都是準備不足 就是鷹帶的也沒有帶來 或者帶來之後 忘記拿去滑雪場 然後因為我太會沒有滑雪 滑雪的時候用的肌肉 基本上這幾年完全沒有被換成 所以 是生硬是不熟悉的 因為這些天然雪山 其實我除了N年前去日本一次之外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在韓國滑雪的 韓國的滑雪場全部都是人造的 很矮 現在我就沒有想到實際 天然雪山會是多高 或者是你這樣繞一個回合 下來要多長的時間 有一點低估了 這次來加拿大滑雪之前 我應該在韓國練習一次 等身體習慣了這個滑雪的模式之後 然後再來 因為同行的大家 他們全部都是一年會來 至少一兩次 然後他們大家都在Jox 所以他們都習慣了 這麼冷的天氣裡面滑雪 所以我昨天很狂開笑 這個會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滑雪 也會是我的最後一次 雖然中途有這麼多個意外 我覺得整體來說都是好玩的 尤其是這樣一大群人去玩 整體我是覺得不錯的 只要我的滑雪技巧再提升多一點的話 應該就會更加好玩 會不會有下次呢 如果夏年他們再約我們 我們剛好又會來加拿大的話 我們應該也會一切再玩 昨天洗完頭之後 因為我沒有戴任何的捲髮器 直髮夾 我打算吹完頭就直接睡 所以我現在的頭是這樣的 連梳也沒有戴 算了 待會戴藍帽 我聞到拉麵味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這麼早起來 我來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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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髮夾是這樣的 昨天完全沒看到 這間屋旁邊就是 好像是高速公路 是落橋的位置 你看雪多好 快點 快點 別人 我來吃飯 快點 去看 現在不是 不做 太正了 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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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球 好 出汗了 我又見了 又見了 我發現加拿大有個問題就是 因為很多的停泊坡都在室外 就算我們現在打算去吃東西 但我們也是在街上 然後我們是要走出車外 我穿這件是長的魚肉 然後我就不想穿一穿 然後進去又脫 然後拿來拿去 我覺得很麻煩 但又是真的會冷的 薄一點 沒那麼厚的 但當然要暖 這樣會比較適合一點 所以下個禮拜下個禮拜會有空很多 我們沒什麼做 我們就會去購物 原來這裡是Kagory的China Town 難怪我一直看到很多中文字 然後很多港式東西 然後有米線 現在我們要去華英大廈 整個氣溫是回升很多 現在是零下二度 一點都不冷 我覺得很暖 已經去到暖的程度 神經病 零下二度應該是很冷 但我已經覺得很暖 Thank you 韓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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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是鄭家中 菜館 菜館 菜館應該是有小菜的 半茶餐廳 混合 餐廳的感覺 你們準備好了嗎 叫名字 嗨 嗨 你今天是Youtuber 新酒 我們來喝越南咖啡 我們同行有一個越南朋友 其實好可愛 他是中文 但他是越南直 肉色的 他分明天和朝日 有什麼分別 Sandra 秋天和朝日 晚上 是 突然我不肯定喜歡喝咖啡 但越南咖啡我 喜歡 因為偏甜 我沒想到他能買咖啡 然後 這樣很開心 原來他先拍攝 首先拍到我 真的很遜 真的累了 竟然在這裡看到我的觀眾 開心 海綿蛋糕混合咖啡的感覺 是香甜的 超飽的! 好吃 應該是加電奶吧 但有相應的釜接度 它很creamy 這個也是很creamy 現在來洗車 加拿大的洗車場 1分鐘? 1分鐘 嘩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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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前面是沒有車牌 當然剛剛問Jorge說 每個地方都不同的規定 在Cadbury Edmonton就是 車尾 有車牌就可以了 我剛剛還在說 長期落雪 不用洗車也可以 但現在就洗油車 駕駛3個小時 現在回到Edmonton 今天爸爸媽媽 逢星期 這麼多手 逢星期六天都會過來 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 會和朋友的爸爸媽媽一起吃飯 有一個人我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 Jorge和Charles 是Family Friends Jorge和Charles的爸爸媽媽 所以他們生的子女 自然都變成了朋友 就算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但也可以是很親密 我覺得是很神奇 看到我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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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